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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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那個 玻璃Heat Transfer 是不是 開始講了一點點 那還是一樣 我們再回顧一下 再回顧一下 那在前面一節 請問開了沒 好 我們前面一節介紹的呢 就是所謂的 這個Heat Transfer 我們介紹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 Colliding的表面 要把熱傳到我們的冷卻劑 然後透過冷卻劑的流動呢 把這個能量 從反應軸裡帶出來 那我們從最開始 這個核分裂產生的地方 我們透過Conduction 我們透過Conduction 然後從產生的地方 傳到Fuel Pilot的表面 然後我們 在我們的分析裡面 我們在下一個就是要傳到 所謂的Colliding 傳到燃料棒的護套 再從燃料棒的護套 再傳出來傳到我的Liquid 我們上次介紹的就是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在那個表面 我記得跟各位有提過 我們計算Convective Heat Transfer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 Newton's Law of Cooling Newton's Law of Cooling 我們來計算熱傳的量 在看這個式子的時候 事實上有幾個事情要注意呢 首先這個溫度 是一個所謂的一個適當定義的溫度 這所謂適當的定義 我們通常就是用一個 用一個能量的平衡來算的 用一個能量的平衡來算它的能量 然後可以轉換成一個溫度 當然在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這是一個測量出來的一個 測量出來的一個數值 所以這個參數在我們用Correlations要注意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這是H H是我們的熱傳系數 那我們通常熱傳系數 我們都是依賴一個所謂的經驗公式來決定 用一個經驗公式來決定 所以整個在算Convective熱傳的時候 一個Key Point 你怎麼樣從上千個的Correlation當中 找一個適合你來用的 OK 找一個適合你來用的 還記得我跟各位提過說 你要注意什麼嗎 哪些特質是你要注意的 首先你要注意它是什麼 是強制對流還是自然對流 或者是兩者都有 哪一種最討厭 兩者都有 再來你要注意說我的流體的狀況 我的流體的狀況 什麼流體的狀況呢 我熱傳的那個面 跟我那個流體之間的關係 我是一個所謂的一個internal flow 就是說我基本上是在一個confine的區域內流動的流體 那個叫internal flow 還有一個叫external flow external flow就是我熱傳可能是從一個固體傳到 從它外面流過的流體 那個叫external flow 那internal flow external flow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差異 那再往下走的話 我要注意什麼呢 我要注意prandial number 要注意prandial number的大小 那prandial number比較大的時候 代表一件事情 我能量的傳遞主要是靠什麼呢 是靠流動 靠流體的流動 ok 那prandial number比較小的時候代表什麼呢 我能量的傳遞主要是靠著conduction 靠著conduction 因為prandial number的定義 是cp mu over k 那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 做一個轉換 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這是密度 你會發現上面叫做 叫做momentum的diffusity 下面叫做energy的diffusity 就代表說能量是靠 這是靠能量的傳遞 這是momentum的傳遞 是momentum傳遞比較快呢 還是能量的傳遞比較快 那一般來講呢 我們prandial number比較小的時候 是比較難處理的 為什麼呢 prandial number比較小的時候 代表說什麼 我的energy靠conduction傳遞的量 很大 那conduction就跟什麼有關呢 跟我的giometry有關 跟我的形狀有關 所以我做完實驗的一個東西 如果我形狀有所改變的時候 可能改變就很多 再來我們要注意什麼 它是lamular還是什麼 turbulence 由哪一個number來決定 redal number來決定 所以我們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順序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課本上 我們回到我們的課本上 那基本上就在講一些這方面的 當然在這個432頁這邊 它有432頁433頁8.8圖 它有介紹這個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在幾個重要的溫度 隨著我流體行動方向的溫度的一個改變 一個改變 哪三個呢 一個就是我coolant的溫度 再來是什麼呢 我collating表面的溫度 最後是我fuel centerline的溫度 fuel centerline的溫度 好 再往後我們看到課本上舉一個例子 不是例子 講的另外一個category th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non-metallic coolant 然後呢 也有介紹所謂的metallic coolant 就是我提到的 liquimital 基本上是熱傳是處理上面是比較複雜的 你只要看那個式子你就知道 那熱傳處理起來是比較複雜的 那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在我們所謂的快中值反應器那邊 是有用這一方面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今天要講一個重點 是8.5節的boring heat transfer boring heat transfer boring heat transfer 這什麼呢 就是說我如果我的熱傳的過程之中 我的流體是一個液體 我的流體是一個液體 ok 那在我的熱傳的過程當中呢 它有向的改變 它有向的改變 液體會變成氣體 所以這個就叫做boring heat transfer boring heat transfer 那這向的改變 這個向的改變呢 它基本上呢 對熱傳來講 對熱傳來講 是一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現象 因為它能夠讓我的熱傳量變大 好 它能夠它能夠讓我的 它能夠讓我的熱傳變得 讓我熱傳變得更好 所以我一般在設計一個 一個我希望有很效 這個convective的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比較有效率的時候 我會希望它再是 在有沸騰的狀況之下 來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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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個現象是一個怎麼樣發生呢 那我們可以很簡單的來解釋一個 一個東西 這不是課本上有的 我這樣解釋 假設呢 我現在是一個pore boiling pore是什麼呢 水池 我現在假設我這邊有一個池子 我這邊呢 就擺一個加熱板 這上面通上電流 它就會產生熱 產生熱 那我透過我的電流 來調整我這板子上面所產生的 產生的熱量是多少 產生的熱量是多少 假設我的池子的溫度是固定的 假設我池子的溫度是固定的 那我的熱傳呢 我可以寫成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這個平板表面的溫度 平板表面的溫度 那如果我是一個pore boiling的狀況之下 我的h呢 我可以去找一個適當的correlation 這應該找什麼 natural convection 對不對 natural convection correlation 我可以算h 我可以算h 所以這是我控制的 這是我control的 這是我控制的一個參數 就是我的輸入 那這個也是我控制的 我可以調整它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那這h呢 這個h基本上是constant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基本上是一個constant 所以當我調這個 當我的q越來越大 我的ts會怎麼樣 會增加 因為我把熱帶走 對不對 我要把熱帶走 可是呢 當我的溫度q越來越大 到了這個ts呢 大於我的t saturation 的這個givenp 我這系統呢 是在一個壓力之下運轉 所以它比我的saturation壓力還來的大了 代表一件事情什麼 這裡的溫度 這裡的溫度 ts比它來的大了 ts比它來的大 代表說 我這裡跟它緊密接觸的這個水 它所看到的溫度 是比saturation來的大 所以它會怎麼樣 會變成氣體 會形成一個bubble 會形成一個bubble OK 那形成一個bubble 因為在緊接著它的地方 它緊貼著它的地方 我的液體是比我saturation溫度大 所以會形成一個bubble 這bubble完了之後會怎麼樣 會變大 變大之後 它會不會留在這邊 不會 所以它會怎麼樣 往上面走掉 對不對 往上面走掉 旁邊比較冷的liquid 就會怎麼樣 下來 補充它的位置 所以這個bubble 會加強我的對流的效應 所以我的h會怎麼樣 提升 OK 我的h會提升 h會提升 當然如果各位在進到研究所 或者說現在有沒有人在修雙向流的 應該有吧 還是不敢舉手 他在修熱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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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部已經在修熱船 研究所有沒有在修雙向流的 沒有 現在潘老師在開 如果你去修雙向流跟沸騰熱船的時候 他有一個東西叫Nucleation Theory 專門在算說我的ts要比t-saturation大多少 OK 我才會有氣泡產生 我才會有氣泡產生 它產生的原因通常是這樣 因為你要氣泡產生你要克服一個力量 克服一個什麼力量 這氣泡的表面張力 它才會產生 所以你需要一個克服它的一個力量 那這個力量通常如果在這個表面 你有一些缺陷 這個缺陷裡面有tripe一些空氣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產生這個現象 所以我這裡跟各位只是講說 這個bolling是怎麼產生的 那這個就是我開始有氣泡產生 那我的h會獲得很大的一個改善 那如果我們這樣來畫 我們現在就畫這個東西 我們以poobolling來解釋這個現象 會比較容易一點 我們這邊講的是ts減掉tc 我們這邊講的是q double point q double point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假設沒有一個cooling的現象的時候 我的之間的q跟tc 是成正比的關係 這個斜率就是什麼 我的h 可是當我一旦 當我一旦開始產生bolling之後 我的h變得比較大 所以我的斜率變成怎麼樣 變得比較大 斜率變成比較大 那這一點就是開始有產生氣泡的一點 我們叫做incipient point of falling 就是說我開始產生氣泡的這一點 開始產生氣泡的一點 我先把這整個現象講完 可是當我的h 當我的q繼續增加 當我的q繼續增加 會不會有一個限制 這會不會一直這樣往上走 OK不會 開始有一個限制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如果說我這邊會產生氣泡 這氣泡會不會只有一個 不會 這邊只可以想像這表面都是氣泡 一個一個單獨的nucleation site 它會產生氣泡 它會產生氣泡 一個氣泡走掉了 然後旁邊再下來 然後再產生一個氣泡走掉 旁邊再下來 也就是我給各位 在那個發給各位講義那邊 有一個圖 就是一個看起來像一個球的一個東西 就這樣子 可是當我的q變得比較大 所以我的氣泡產生的速率會變成怎麼樣 會變成比較快 OK 那我氣泡產生的速率呢 快到一個地步 比它這個氣泡移走的速率還快 OK 因為我的氣泡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我的氣泡在這個地方 因為有個Bohenstein force 會讓它走掉 對不對 那是一個force讓它走掉 所以它從這個 它從這個表面detach走掉的時候 有一個速度 對不對 那如果我這個q實在太大了 所以我產生的 我產生的bubble 產生的vapor 比它移走的速度還快 所以會怎麼樣 這整個表面會變一層vapor 所佔據 OK 變一層vapor所佔據 那變一層vapor所佔據 它原來是跟水接觸 現在變成跟水蒸氣接觸 那水跟水蒸氣 它的sumble conductivity差很遠 OK 所以一下熱傳會怎麼樣 變差了 OK 一下熱傳會變差了 OK 一下熱傳會變差 在這一點 OK 當我的q超過某一點的時候 在我的這個表面上 形成一個薄膜 OK 可是呢 形成之後 如果我再q再增加一點點 這溫度會怎麼變 繼續往上衝 不會 這條代表什麼 H 對不對 不可能再往上衝了 這溫度會怎麼變 你說往下來 不對啊 怎麼會往下來 有人講對了 跳過來 直接跳過來 直接跳過來 那跳過來這點溫度是什麼 你可以想像 為什麼會直接跳過去 因為我q越大 我的熱傳變差 我的熱傳會變差 對不對 因為我的q變大了 我這個h怎麼樣 h反而降低了 所以我熱帶不走 對不對 我熱帶不走 那我熱帶走得更少 所以我的溫度會怎麼樣 更高 對不對 那我熱更帶不走 因為熱這個代表我的fume怎麼樣 更厚 對不對 那直到這一點是什麼 這一點是什麼 我的fume bowling 直到這一點之後呢 我的這個熱的表面的溫度要怎麼樣 要夠高 熱傳這個熱的表面的溫度要夠高 我能夠把熱給帶走 那時候進到這裡的時候 我的現象 這個這裡的現象叫什麼呢 叫做fume bowling 叫做薄膜沸騰 薄膜沸騰 薄膜沸騰實在很單純 就是我今天在一個 我今天在一個平板上面 我們講的都是poor bowling 在一個平板上面 然後這平板上面 形成了一個vapor film 形成一個vapor film 把它罩著 所以它的h等於什麼 k是什麼 vapor的summer nativity θ是什麼 fume的厚度 這就是我的h 所以通常我要fume bowling 達到我足夠的熱傳把它帶走的時候 我的溫度已經很高了 那這一點的溫度有可能會讓我的這個平板呢 burn out burn out burn out的意思是什麼 燒掉 所以在平板上可能你會做實驗室你會看到一個紅點 越來越亮 OK 會看到一個紅點 所以 這個區域叫做fume bowling 過了fume bowling之後 它會 當你這個 當你這個溫度 這個Q在上升時會順著這條線走 會順著這條線走 好 那這個是從 這是一個 從這樣子過來的 從這樣子過來 那這樣子走的話 我叫什麼呢 叫做heat flux control OK 我叫heat flux control 好 假設我現在又開始有另外一個方法做實驗 做實驗的時候 然後呢 我做time control control 我來控制我的溫度 我從這一點開始做起 OK 我從這一點開始做起 OK 我來控制我的溫度 那我可以做成一個東西長像是這個樣子 OK 如果我可以做time control control 我可以一點一點去控制我的這個 我是控制我的這個surface的溫度 OK 當然我要控制我surface的溫度 我也是透著這個來調整 Q來調整 我來控制我surface的溫度 那我會得到一條曲線是這個樣子 OK 這個也就是課本上所畫的 看到課本上在 這個442頁所畫的Bowling Curve 那這個是什麼事情 OK 那這會這樣下來 這意思講說 這個film 它存在那個地方 可是呢 當我溫度一直一直降低 溫度一直一直降低 我的熱船呢 我的溫度一直一直一直在降低 那我的這個film的膜呢 會越來越薄 我film的這個膜呢 會這個越來越薄 然後到這一點 到達這一點 因為我的熱船 其實這個Q會變成什麼 這Q可以跟這個steam的velocity連在一起 可以跟steam的velocity連在一起 這是我纏到熱 除上HFG 這個就是我移掉的 這把單位再換算一下 這也就是我從這表面移掉的熱 所以當我TS越來越小 我傳出去的熱會怎麼樣 越來越少 OK 到最後呢 我steam產生的量 這你產生的 這film的表面會產生一個bubble 會移掉 對不對 這bubble會移掉 可是如果我產生的steam的量 不足以彌補這個bubble移掉的量 這film還會不會存在 不會存在 film就collapse了 OK film就消失了 消失掉之後 它的熱船就變好了 會從這邊過來 OK 我溫度 我這一下子會掉下來 因為我熱船整個變好了 那這裡有一點 這裡有一點有個名字 叫做minimum stable film falling OK 那這裡有個名字 這個名字多了 OK 這個地方好多個名字 叫做critical heat flux CHF OK 然後還有一個名字 叫做bulling crisis OK 還有一個名字叫burn out flux 指的都是這一點 指的都是這一點 OK 那這一點叫做minimum stable film 這點實驗很難做 這點實驗很容易做 各位有沒有下過廚房 你去弄一個 你去弄一個平常的炒鍋 就炒在那種平板的鍋 OK 擺在爐子上 燒熱一點 然後你滴一滴水下去 你會看到什麼 水會滾 水會滾 水跟那個面沒有接觸 為什麼沒有接觸 fume OK 那個fume fume隔在中間 所以typical那就是一個 那就是一個fume bowling 那就是一個fume bowling 可是如果你水一下滴下去很多 你會不會看到那個fume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你把鍋子的那個底盤的熱移掉 對不對 所以溫度不夠高 不足以support這個fume 所以這一點 就是minimal stable fume bowling 回去看看那個 還滿亮 看起來滿漂亮 東西它會跑 OK 那個你做實驗 你自己在家裡做實驗 當然 我以前在學校念書的時候 有一個學長 他的碩士論文就是在量這一點的溫度 所以你每天看到他就是 面前就擺一個小的鐵盤子 OK 就那邊滴水 OK 然後去測一些溫度 然後看一些角度 其實這個fume bowling fume bowling的熱傳系數 就這麼算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model 可以算這個delta fume bowling就出來了 那he transfocal efficiency 就出來 這裡可以非常漂亮的 用那個理論 把這個東西給推導出來 好 所以那我剛剛講 如果是temperature control的話 到這裡你沒辦法control 因為你熱傳突然一下怎麼樣 變好了 所以它會跳過來 所以temperature control 你會這樣子走 OK 如果是heat flux control 你會這樣子走 所以中間實驗很難做 你基本上實驗沒辦法做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 我們把這個curve再講一遍 所以這個區域是什麼 single phase heat transfer 這個區域叫什麼 叫做nucleate bowling 這個區域叫nucleate bowling 這個區域叫做nucleate bowling 叫做核沸騰的熱傳 抱歉 這個核跟核子 跟核工無關 這個核 這個意思好像說 是一個小小的一點開始 是nucleate nucleate bowling 然後這一點叫什麼呢 叫做CHF 叫bowling crisis 叫做burnout 那這邊這一條線呢 我們都是稱為fume bowling 所以那這兩者之間 兩者之間知道不知道它的狀況 不知道 OK 所以我們一般有的時候在計算的時候 怎麼辦 連在一起就算了 OK 有人在探討這一方面的實驗 但是有的時候做計算的時候 把它連在一起就算了 那這兩個之間叫什麼呢 也有兩個名字 一個叫做transition bowling OK 叫做過度核沸騰 那從哪裡過到哪裡 OK 基本上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從這個CHF 就CHF這一點 開始進到一個不穩定的區域 所以我們叫它transition bowling OK 那還有一個名字叫什麼 partial film bowling 叫做partial film bowling 為什麼叫partial film bowling 你可以想像那個fume 因為在這一個瞬間 它不能存在 所以它消失 消失之後 可是因為它的溫度又夠高 所以它那個fume會怎麼樣 在瞬間又會形成 它又形成又消失 又形成又消失 所以它永遠是在一個過度的狀態 所以叫做transition bowling 那還有一個名字叫partial film bowling 意思是講它有的時候是fume 有的時候是沒有 這個區域叫partial film bowling 這個區域還有一個名字 這個區域還有一個名字 post CHF 這post什麼意思 什麼 post什麼意思 我們中文講博士後研究 英文是什麼 post doc 對不對 博士後 這也一樣 就CH後 發生CH之後的熱傳 所以這地方也叫post CHF post CHF OK 好 再來呢 這一點 我們叫做minimum stable film bowling 它還有另外一個名詞 Landimum force temperature Landim force temperature 這一點 這一點叫Landim force temperature OK 我們剛剛還記得那個例子嗎 我們講你拿一個盆 拿一個這個鍋 拿一個炒鍋 上面滴一滴水 滴一滴水 OK 只要那個鍋子那個鍋 那個鍋底的那個溫度 高於它的時候 那水是貼不到鍋子上面去的 鐵水是貼不到鍋子上面去的 那水跟鍋子之間會有東西隔著 什麼東西隔著 vapor film 只有當那個鍋子的溫度 比這一點來的低的時候 那水才會怎麼樣 整個貼上去 那水才會整個貼在你鍋子平面上 這叫Landim force temperature OK 好 那 從這裡知道 我們還是沒有回到 我們還是用pool or bowling 來解釋這些事情 先比較單純 等一下我們再到課本上 那我們看這一點 代表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的heat flux 如果超過了這一點 我的colliding表面的溫度會怎麼樣 瞬間跳高 對不對 瞬間跳高的時候 這個溫度很可能會讓我colliding 不是溶掉 是破掉 OK 就你瞬間colliding那個local的地方 會有很高的溫度 OK 會有很高的溫度 你colliding就會怎麼樣 破掉 那我們知道 我們colliding 我們在我們運轉的時候 我們燃料是擺在colliding裡面 那我產生的分裂產物呢 如果從燃料裡面跑出來的話 那如果沒有colliding的話 它就會跑到冷卻水裡面去 所以如果有colliding的話 它被confine在colliding裡面 所以colliding不能破 破的話代表說有一些揮發性 比較高的分裂產物會出來 意思代表說什麼 這一點不能超過 所以你運轉限制就是說 我的產生的heat flux 不能夠超過我的critical heat flux 不能超過我的critical heat flux 好 那這個給各位大致解釋了一下 大概解釋了一下這個圖 那這個圖就叫什麼 balling curve 這個圖就叫balling curve 好 那大家聽完這個我們回到課本上來 我們回到課本上來 回到課本的442頁 回到442頁 那我們看typical的一個圖 typical的一個圖 在figure 8.10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呢 基本上是一個flow balling 我這個叫做pool balling pool就是一個池子 用這裡來解釋現象比較容易 那flow balling就稍微難一點 不過基本上是一樣的 flow balling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基本上呢 就是我這邊有一根fuel rod 然後我的旁邊有liquid的流動 所以那個液體是在流動狀態之下的 一些沸騰熱傳的現象 OK 那我重坐標是什麼 q double point t flux 橫坐標呢 橫坐標也是log 橫坐標我直接畫的是t 這個無所謂 所以你看curve呢 也就是具有我剛剛跟黑板上畫的一樣的情形 A到B是什麼 single phase convection 那B這一點呢 它下面寫這個tlb 有沒有 在底下寫一個tlb 那意思是什麼 local balling 我在local 產生了沸騰的現象 這local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說 我在我這colliding的表面 開始有bubble 這個bubble呢 會被我水的流動怎麼樣 帶走 帶走之後會跟我的liquid怎麼樣 全部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這bubble還會不會存在 不會存在了 因為我的liquid 還沒有達到saturation 所以這local的意思是什麼 我只有在colliding surface的表面有bubble 可是我在整個cooler裡面沒有 我在cooler裡面沒有 OK 好 那再往後走 local balling 然後再往後看 看到沒有 有一個叫做buck balling buck balling就是說我cooler的溫度呢 已經超過了我saturation的溫度 所以我開始bubble呢 可以長時間的一個存在 再往下走 這b跟c呢 這整個區域呢 我稱它為nucleate balling nucleate balling 然後再往後面走 我們稱它為partial film balling OK 那還有一個名詞呢 叫做這個transition balling OK transition balling 然後你看那邊畫的是虛線有沒有 這虛線代表一件事情 我做實驗什麼東西是很難探討到這一個區域的 所以我一旦超過了c這一點 我會直接跳到哪裡 直接跳到e 直接是跳到e 那個就變成所謂的fume balling fume balling 這是如果我用heat flux control的話 我是一個這樣的情形 如果我用temperature control的話 是從右邊往左邊走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會從e降到d 在d那一點呢 我們稱它為minimum stable film balling 然後低於d這一點呢 因為你是熱船很好 所以整個會跳到nucleate balling那邊去 所以c跟d那一段呢還是一樣 那個是在實驗上來講是比較難做的一個 比較難做的一個區域 比較難做的一個區域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balling curve 請注意一件事情 是不是代表chf一定是發生在bark balling 這個圖給你這個感覺對不對 可是不是 如果heat flux夠高的話 我的chf很可能發生在local balling 所以這個curve只是在眾多狀況之下的一條線 這條線真正長的什麼樣子 跟很多個參數有關 跟它什麼有關呢 當然跟它流體所有的這些參數 reddle number 都有關 還跟東西什麼有關呢 可能還跟它的運轉的壓力 OK 那當然reddle number這裡面都有這些東西 還有什麼 跟我的max flux都有關係 都有關係 所以這整個東西呢 你不能只這一條curve 是來解釋這個現象 有些什麼現象 那你真正去的時候呢 這條curve真正的長相 跟很多的參數有關 跟很多的參數 跟很多的參數有關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figure8.11 figure8.11 這個8.11呢 你可以看一下 相對應一下 你要跟8.10對應來看 local balling 然後再來什麼bark balling 這個圖不是很完整 我記得上次我有發另外一張圖 是更完整的一個圖 是更完整的 是更完整的一個 更完整的一個圖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上次所發的那張圖 各位可以看一下 所以那是更完整的一個 更完整的一個圖 更完整的一個圖 好 那各位比較一下 事實上 我8.11這個圖 跟我發給各位那個figure4.13 在下面那一段是一樣的 在下面那一段是一樣的 好 好 那下面 我們再來看 現象介紹完了 要來算說 我們怎麼樣來算一些key point 所以我拿幾點要算 這點是什麼 開始有玻璃 那這點是什麼 CHF 還有什麼 這一點 90 force OK 那課本上這點沒談 OK 那只交了一個這個 只交了一個這個 OK 只交了這兩個 好 那我們先看這點怎麼算 好不好 這點怎麼算 那這個算法呢 又回到一個最好玩的 最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推掉的一個東西 叫做經驗公式 OK 好 那你再看看這個經驗公式呢 好 第一眼看到這經驗公式之後 它是 左邊 當然你每一個經驗公式呢 你都要看它每一個東西的一個定義 好 它TC 減掉T saturation TC指的是什麼呢 它要算說我的這個colliding的溫度 好 我colliding的溫度要高到什麼的時候 我才會有這個balling的現象產生 好 我colliding溫度要比saturation差多遠 後面是60乘上q double point 除以10的六次方的四分之一 下面是exponential p除以900 這collation第一件事情看到的時候 你會有第一個問題 請問這些參數要用什麼樣的單位帶進去 OK 我們為什麼在he transfer correlation he transfer correlation用的時候都是什麼 看到沒有 都是dimensionized number 對不對 都是dimensionized number 對不對 意思講說 我只要再算rho vd over mu 只要我本身的單位是對的 OK 這個數字就是對的 好 因為它沒有單位 好 可是你看看這邊這個式子 exponential p除以900 請問一下我p有幾種表示方法 如果是音字的是什麼 psi 如果是公字的話 那就更多了 我可以用bar 我可以用mpa 我可以用mpa OK 我還用什麼pa OK 所以這公式一定 什麼地方一定要告訴你 它的單位是什麼 因為你不同的單位帶進去 結果會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知道帶進去的單位是什麼 那通常在給這correlation的地方就會講 就會講 所以這個單位是什麼呢 溫度是degreef 然後p呢是psia q呢是heat flux 在這個音字單位的heat flux 好 那這個呢 可以算出來 你colliding溫度要高到什麼地方的時候 你才會有bolling產生 好 那我真正要算的時候呢 我 那我tc怎麼決定呢 tc一個方法是在算這個 對不對 上面這樣決定 可是tc還有一個什麼東西決定呢 是q double plan等於h tc減掉tb 這裡又有一個tc 所以這兩個tc相等的時候 就是什麼 它開始有bolling 這個h是用什麼 single face來算的 這個h是用single face算的 我本來就在single face嘛 我在single face的熱傳之下 當我的溫度足夠高了 當我的tc的溫度足夠高了 高到什麼地方呢 高到跟我上面的correlation 算出來tc是一樣的時候 我的bolling就產生了 所以這個式子是什麼呢 這是6.97那個式子 這6.97那個式子 看到沒有 你把 抱歉 8.97這個式子 8.97這個式子 你把這式子兩個整理一下 你就發現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 那這個correlation呢 叫做Janson-Lotus Janson-Lotus correlation 怎麼樣來算這個 算這個 incipient point of boiling 算這個 算這個 我哪一點開始有這個熱傳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這個東西 算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對boulling water 我對boulling water 我對boulling water reactor 這一點是蠻重要的 我如果是precious water reactor 我是壓水式反應器 所以直覺的反應 有沒有沸騰 沒有 可是我運轉的時候有沒有 有 我壓水式反應器 都運轉在local boiling那一段 我沸水式反應器 是運轉在什麼 buck boiling那一段 我壓水式反應器 運轉在local boiling 我還是希望有 為什麼呢 因為boulling一旦發生之後 我的熱移除是比較有效率的 我的熱移除是比較有效率的 好 那各位再看到這個8點12圖 8點12圖 OK 8點12圖呢 我們看這邊好幾條curve 好幾條curve 我們先從最下面這個curve講起 我們先從最下面這個curve講起 這下面curve是什麼 q double plan 我在cladding surface上的這個heat flux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bwr運轉的一個數據 所以q double plan OK 再往上面看 往上面看有兩條curve 都是溫度 你要看右邊的毒數 你要看右邊的毒數 一個是tb 一個是tc tb是什麼呢 我liquid的溫度 有沒有看到 當我的溫度到我走了一段距離之後 我的溫度不變了 為什麼溫度會不變 two face 沸騰了 它不變了 OK 那再往上面看 我的colliding的溫度 colliding溫度一定比我liquid的溫度來得高 一定要高 因為我熱要傳進去 我的熱要傳進去 好 所以你看colliding的溫度 那這兩條線呢 看不出有什麼差距來 可是你把呢tc減掉tb化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tc減掉tb呢 有一個很奇怪的趨勢 有沒有 一個很奇怪的趨勢 在差不多在10這個地方 tb減掉tc開始怎麼樣 開始下降 OK 開始下降 因為我的h開始產生了 我h開始變得比較好 我h開始變得比較好 所以溫度差會怎麼樣 變小 我溫度差會變小 在最上面那個畫的是什麼呢 畫的是這個voi-fraction 畫的是voi-fraction 就是說我在這個流體裡面 voi-fraction的這個變化 其實你要看這個圖的話 你要回過頭來看這個 我發給各位的這張圖 這張圖的上面基本上都有 一直到最上面的那個annual flow 一直到最上面的annual flow 大概都有 都有都可以在這邊看得出來一點 當然bouling water reactor 不見得一定會進到annual flow的這個區域 進到annual flow的區域 好 那這個呢是介紹這個地方 當然翻過來之後 到了446頁 446頁我們就談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這個地方叫bouling crisis 叫做沸騰危機 或者叫臨界熱通率 critical key flux 靈界熱通率 這個靈界 也不是我們講的那個反應器的靈界 這個靈界指的是什麼呢 超過它 就有不好的事情要發生了 所以叫靈界 叫critical OK 好 那bouling crisis 沸騰熱傳 或者叫burn out flux 好 所以bouling crisis 那這邊講這個 講這個現象 講這個現象 好 bouling crisis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個大的一個狀況 分成兩個比較著名的 比較明顯差距的一個狀況 好 好 那各位可以看 上次發給各位這兩張指中的一張 好 上面呢是基本上是nucleation產生的後果 下面呢 下面呢 這個就是我基本上 像我是bouling crisis發生時候 兩個重要的mechanism 它為什麼會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 那我剛剛介紹這東西的時候 我剛才介紹poorbouling的時候 我是怎麼介紹 OK bouling crisis為什麼發生 我表面產生的vapor產生的速率 大於vapor從表面移走的速率 所以整個表面會怎麼樣 vapor會累積在這表面 然後連成在一起之後就變成一個fuel 連成之後就變成一個fuel OK 這個呢 也就是在這個圖的左邊 A這個圖所畫的 A這個圖所畫的 所以我在這個熱船的表面 有一個bubble的一個layer 有一個bubble的layer 中間有液體流過 OK 當我那個bubble的layer 越來越厚 或者我那些bubble跟bubble 直接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個薄膜 那個薄膜呢 就造成我熱船的變小 所以這樣子是一個現象 那這樣子是一個bouling crisis的現象 那這種現象呢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做 D-N-B N-B N-B是什麼 Nucleate Bolling 這D是什麼呢 Departure Departure 什麼意思 Departure 什麼意思 Departure 你到機場去 一個是departure 還一個是什麼 Arrival 對不對 Departure什麼意思 離開 所以DNB是什麼意思 離開了沸騰熱船 就是因為我怎麼樣離開呢 因為我表面累積的bubble太多了 所以我形成一層film 這叫DNB 叫Departure from Nuclear Bowling 這個名詞是一個中國人發明的 那個人叫LS Tom 它大概是應該已經過時了 Borling heat transfer 它算是一個開山始祖 就是說這個現象一開始出來 它好像如果沒記錯 它是當初在大陸撤退的時候 公費送出國 公費送出國 送出國就開始投入 在美國念完書 它要投入美國的原子爐的發展 OK 原子爐的發展 後來它就沒有回來了 就一直待在美國 它就做這個 做這個雙校女的飛騰熱船 所以有一本書就是它寫的 我們看後面有些collection 也都是它弄的 這個名詞是它發明的 用這個名詞來解釋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你知道這種東西 基本上 基本上 這發生在什麼狀況之下 發生在什麼狀況之下 如果回到這張圖上面來看 回到這張圖上來看 我們講的DNB 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主要都是發生在 這個發生在 Bubbly Flow 或者發生在 Slack Flow的時候 DNB主要發生在 Bubbly Flow 在Slack Flow 或者我們講說 主要發生在什麼呢 在這個 Local Bowling的時候 主要發生在那個 在那個時候 在Local Bowling的時候 這個叫做 這個現象叫做DNB Departure from Nuclear Bowling 這是一個 CHF發生的現象 Magneton 怎麼樣的機制 讓它產生CHF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還是看這張圖 還是看這張圖 這下面就有 這張圖的來源是 From L.A.Stone Borling Crisis and Critical Heat Flux OK 這是美國AEC的一個報告 OK 好 那 看B這個圖 B這個圖 是另外一個 CHF發生的 Magneton 這個Magneton 叫什麼呢 叫做Dry Out Dry Out Dry Out Dry Out是什麼呢 回到我們上次發給各位這張圖 Dry Out指的是什麼 當我的 當我的這個 這個 Voey Flaction 越來越大 當我的Voey Flaction 越來越大 我的Flow pattern 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呢 我會把水擠到兩邊去 貼在牆壁上 貼在牆壁上 那種Flow叫什麼呢 叫Annular Flow Annular Flow 因為你從上面看下去的話 那個水貼在旁邊 中間是水蒸氣 所以如果從反光上來看的話 那水是閃閃發亮的 好 就像一個戒指一樣 像一個Rain一樣 好 所以Annular Flow 那Annular Flow 你所擔心的CHF是什麼呢 也就是你那層Fume怎麼樣 乾掉了 全部不存在了 OK 那Fume為什麼會不存在 一個被Evaporate掉了 還有一個是什麼 你中間氣的流動的量 很大的時候會把那個Fume怎麼樣 會把它Liquid Fume怎麼樣 帶走 好 各位到海邊去的時候 如果海風大的時候 會有水滴打在你臉上 為什麼 就海風把那個水面怎麼樣 打起來了 對不對 那你風大的時候 你站在海邊看那個水 看那個浪頭 有時候可不可以看到 白色的浪頭有沒有 那就是因為那個水會被帶起來 水會被帶起來 所以那個現象叫什麼呢 叫做Dry out OK 乾掉了 叫Dry out 所以我CHF有兩大現象 一個叫DNB 還有一個叫什麼Dry out 所以對於兩種我們常看到的反應爐 一個是PWR 一個是BWR 所以很清楚了 PWR是什麼 DNB BWR是什麼 Dry out OK 所以它的造成的現象不太一樣 造成的現象不太一樣 好 下一個問題 怎麼算 OK 我們現在翻到課本的 翻到課本的這個 這個 這個 448頁 448頁 那 8.98這個式子 OK 8.98這個式子 給你一個例子 這Jensen的Lotus QC 這個C 這個C代表Critical Heat Flux 等於C乘上10的6次方 後面G除以10的6次方的一個M次方 這看起來蠻Dirty的 就是把答案湊出來就是了 OK 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然後呢 8.99 OK 是另外一個 8.99是 8.99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式子 OK 有多少CHF correlation呢 幾百個 OK CHF correlation呢 基本上 會是一個 如果通常一個 一個燃料製造商的時候 他在賣燃料的時候 因為燃料做成Fuel bundle 每一個Fuel bundle 可能都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那個CHF的計算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重要 因為這是你的Limit 你這個Limit算得越準 OK 你就可以一直讓你運轉的Flux 接近你的這個Limit 如果你算不準的話 你就不敢接近它 對不對 你就不敢接近它 好 所以這一點對我 對我整個電廠營運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限制 好 所以當你要賣燃料的時候 你就必須告訴人家 我這一點怎麼算 好 我必須告訴人家怎麼算 所以常常花上千萬的美金 就是做一條curve 好 就是做一個correlation 那correlation呢 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一張A4的紙寫得完的 OK 好 當然那種就是 你要跟他買燃料 那correlation他也不會給你 他給你是一個程式 你看到的只是一個 所謂的black box 好 你只要把輸入的參數輸進去 他會告訴你答案 怎麼出來的 不知道 OK 怎麼出來的 不知道 因為他自己做實驗 做實驗的得到的 所以這裡也是給你一個typical的一個 一個式子 你可以看 你可以有一點點感覺 他到底長的一個 一個什麼樣子 長的一個什麼樣子 當然 當然 真正的correlation 可以比他複雜非常的多 複雜非常的多 那 看了沒有 這裡兩個correlation 他都強調一件事情 叫做 其實 這個 subcord balling 跟我剛剛講 local balling 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buck balling 我要換另外一個名詞是什麼 subcord 你會想到哪一個字 saturate 所以buck balling又可以叫什麼 saturate balling subcord balling又可以叫什麼 local balling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課本上 這個8.98這個式子 8.99這個式子呢 基本上都是什麼 subcord balling 所以適用於什麼呢 適用於PWR OK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適用於PWR 因為PWR就是operate在 subcord balling的range OK 那如果是 如果說是這個 我們有example 8.10 還是同樣的 這些基本上都是帶數字而已 帶數字的 帶數字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例題 各位自己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因為習題裡面會有 習題裡面會有 然後 考試時應該也會有 好 那再來 在8.103 8.104 8.105 OK 這是 對於PWR的式子 對於這個PWR這個式子 那PWR這個式子呢 它要做的時候 它基本上用了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參數 Quality 用了一個參數是Quality 你看 8.102這個式子 Mass flow rate of vapor Mass flow rate of vapor liquid mixture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在這個流體裡面的質量 Vapor所佔的質量 OK 這好像提過 一個是XQuality 還有一個是什麼 Alpha是Void fraction 選一個參數 來做Coalition的時候 你絕對不要選它 為什麼 不好算 量都不好量 量都不好量 這個 很好算 為什麼 Energy balance就算出來 OK Energy balance就算出來 好 所以這Coalition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Quality 它把Quality呢 分成三個不同的範圍 會有三個不同的式子 其中的東西呢 就是 它做實驗 做完實驗發現呢 很做不好根本是Quality 它做實驗 超過它的時候 它就發現它的那個實驗的裝置 會有一個紅點出來 會燒掉 它做完實驗之後呢 一塌糊塗 根本找不出關係來 那這三條線是怎麼出來的 極限 就是說我的實驗點都比它高 所以這點是什麼 最保守 我根本 我這東西只能告訴你說 我根據我的實驗 我知道我的Q double plan 這個CHF呢 一定不會比這個數值還來的小 一定不會比這個數值還來的小 就是說 因為我這實驗 有太多的參數要去考慮 結果我做實驗的時候 不可能把每一個參數都考慮到 OK 所以我實驗數據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 Skytick 非常混亂 可是我一定要知道這點在哪裡 所以我只要知道它最低 不會低於多少 就好了 所以這三條線是什麼 最低值 OK 在這不同的三個quality範圍的一個 不同的三個quality範圍的一個 一個最低值 這個最低值 那這個是用在哪裡呢 這個是用在BWR 用在B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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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這個是這個 是這個 我們講Balling heat transfer 比較 比較這個 一些這些collation 這些collation來計算的 來計算的 OK 好 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